工人在邊坡忙著進行加固工程 中正公園希望之丘三期改造工程 其中串聯土埔潭和大佛特雀橋 原定九月完工 但工程整頓邊坡時 卻發現地基流失 目前進行加固工程 邊坡加固的時候 是因為之前要試做那個雀橋 有一座橋要做一個 類似觀景的一個橋的部分 那在做前期的基地的清理的時候 發現它下面比較多的邊坡 已經有稍微被雨水掏空 所以我們要說就是 先把這個邊坡防固先做好 工程完工日往後延之外 從去年七月正義路二向 通往中正公園道路 因為施工需要封閉進出 造成居民運動上下班都很不方便 居民都沒辦法走 熱車車也進不來 本來熱車車是進來這邊的 讓這邊很多居民 包括這個地方有中正區的中船禮 正義禮 甚至底下的這個各裡的禮民 通常也會上來這邊來倒熱車 現在都沒辦法倒熱車 那因為我們整個廣場都在施作 那相關騎乘也會請廠商加速完成 之後提前開放給民眾 給熱車車通行 經過市議員張元祥協調 杜發處將與工程單位討論 加速施工 讓正義路二項自大佛停車場 後方小路部分工程 最快在8月中開放 方便居民通行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